Hello 大家好 这是喵妹电影 今天 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部 德国高峰喜剧片 最爽的一篇 大熊是一个有手好闲的午夜青年 啥都没有 却有一个倒头就睡的本事 去医院曾查出自己患有癌症 医生说 时间何胜如己 卷毛是一个名不见经账的钢琴家 自己被查出纤维肺 只能靠着氧气瓶去民 如果不能找到合适的肺源 自己就会死去 每天只能直播等死日常 消磨剩余的时间 两个被商地抛弃的人 就这样阴差阳促的相应来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开始他们的冒险之旅 某次大熊看到病人用贷款买东西 于是自己临近一动 反正是一个将死之人 决定带一笔巨款去挥霍 然而银行哪有那么好贷款呀 就在两人准备放弃时 他们看到商店外邻守护的广告 两人把商场的东西通通买了一个遍 然后转手卖掉换钱 买了辆兰博基尼在路上狂飙 开车的大熊却突然睡着了 可把卷毛给吓坏了 在得知未婚妻跑到非洲和别人结婚后 大熊赶忙带着卷毛飞到了非洲 顺便开始了蜜月般的旅程 而卷毛的直播开始大受欢迎 两人成了享有名气的网红 晚上大熊带着卷毛去做大宝剑 保而害着卷毛直接拔掉氧气 差点窒息死亡 之后两人开着房车继续流浪天涯 半路上大熊在草丛中方便的时候 却被狮子给盯上了 吓得大熊急忙闭上眼睛 却没想到被狮子尿了一脸 没想到自己还能从狮子口中逃生 卷毛彻底豁达了 于是扔掉了自己的药 之后大熊在了婚妻的婚礼上大闹了一场 却没想到闹出乌龙认错了女儿 更倒霉的是房车被人给偷走了 两人来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准备一番自尽 这时医院却发来消息 趁找到了合适的会员 卷毛就这样屁颠屁颠地回去了 然而事实却是相反的 大熊的癌症被查出是误诊 而卷毛这边却只不过是医生骗她回去罢了 影片的最后 两人再次来到了当初相遇的天台 卷毛就这样躺在大熊怀中 安静地淋湿了 留下大熊一人 吐司面对一屁股的战 好了 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了 关注头像或微信搜索 喵妹收电影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电影资讯 安妙 Maps 1 2 3 感谢观看